国内的学术单位今天从国际电脑的资讯当中第一次收到来自澳洲方面的消息 其中有相当充分的证据显示 中共在写袭天安门之前曾经替屠城的元凶第27军的士兵注射过兴奋剂 中共的残暴实在是相当令人惊讶 中共第27军写袭天安门的事件发生之后 许多人都对大陆军队残害自己同发的行为感到痛心和不解 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 从国际电脑资讯网络中收到了一则有关第27军注射兴奋剂的报道 这则报道是由美国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所发出的 这位美国教授表示 他在这个月6号从澳洲广播电台所发出的短播中 得知中共很可能曾经替27军的士兵注射过兴奋剂 我也不能够很确实地判断它的可信度 不过基本上他们发源地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老师 那么尤其他是美国的一个大学老师 他没有必要去随便说这件事情 那么我想他是非常的在意这一个事情 报道中并且提出了两项证据来说明这个事件 第一澳洲记者在北平附近的医院 发现受伤的士兵协议中含有兴奋剂的成分 第二中共士兵告诉澳洲记者 他们在6月4号之前曾经注射过一种药物 但是不知道这种药物含有什么成分 如果您想对这个事件做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到各大学的资讯中心 经由国际学术网络向美国或澳洲查证这个报道 从电脑中端机上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中共血腥镇压民众的手段是多么的残酷了